各位弟兄姐妹们 这个主日是假年常年期第十四主日 透过本主日福音所记述的一篇 有关耶稣向天父祈祷的祷文 马斗要引导我们直达耶稣心灵的最深处 就文学的形式来说 这是一篇赞颂和谢恩的祷文 而就内容来说 这就是一篇谈论有关天主的启示 以及指出哪些人会接受这启示的 这样的一篇祈祷文 这篇祈祷文让我们得以窥见 耶稣内心最深层的情感 他大开心扉 向我们展示他的感动 这感动透过他那从心灵深处 向天父深至的感恩祈祷 而尽情尽兴地流露了出来 引起耶稣发出如此赞颂和感恩祈祷的时刻 恰恰是在一个为我们人看来 是最不可能发生的时刻 因为此刻正是耶稣在履行他的使命过程中 最挫折也是最失败的时刻 耶稣对自己的犹太同胞做了宣讲 可是他的宣讲却不被自己的同胞 而特别是那些有智慧的聪明的人们 也就是那些被认为属于犹太正统的人们 不被他们接受 原则上来说 他们本来应该是最容易欣赏耶稣宣讲的一群人 而且按照道理来讲 有智慧者或聪明人 应该更容易接受耶稣所宣讲的 这些如此美丽 如此正直 如此深刻的教导啊 耶稣用比喻的方式宣讲天国 但是这些法利塞人 经师 大师纪 以及希伯来人民的政要 都不愿意接受耶稣的宣讲 因此 可以说 耶稣在他同时代的智慧之事 和明达之事当中 几乎造不到信仰 对有钱的人来说 耶稣太穷了 对有学问的人来说 耶稣太简单了 对犹太的热忱者来说 耶稣又过于自由 但是 但是天主却是在这么穷 这么简单 带给人自由的耶稣身上 透过他的言语和行动 提示了天主的智慧 天主的神圣 和天主的爱 那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挫折 与失败的情势下 耶稣仍然可以欢欣喜乐地 向天父赞颂感恩 因为耶稣了解 这正是天父所要的计划 所以耶稣这么高兴地祈祷说 父啊 天地的主在 我感谢你 因为你把这些事 隐瞒了智慧和明达的人 而启示给小孩子 是的 父啊 你原来喜欢怎样 看啊 弟兄姐妹们 耶稣以天父的喜欢 来作为自己的欢喜 所以即使面对困难处境 他仍然可以感恩加赞颂 当耶稣以小孩子 来作为接受天父 启示者的模范的时候 我们不难想象 耶稣一定是想到了 小孩子的许多特征 而这些特征 正是可以让我们看到 未尽天国的人 所应具有的条件和标记 这些特征包括了 信赖 纯真 微笑 纯朴 谦卑 和爱 这些特征 也让我想到了一则 最近从朋友那里 透过网络传来的故事 这故事 是发生在美国的一个小镇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孩 她拍了拍摇篮里的一岁的小弟弟 而且爱连地 亲亲她的脸颊 弟弟望着这个小姐姐 眼睛里满是泪水 暂时停止了哭泣 这个时候 小姐姐听见隔壁房间 爸爸正对着妈妈说话 爸爸说 弟弟病得很重 我们家没有医药费 可以给他开刀 只听见妈妈哭泣着回答说 是啊 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 现在弟弟如果要活下去 只有靠奇迹了 这个小女孩想 奇迹是什么啊 如果奇迹能够救弟弟 为什么不赶快去买呢 于是 他赶快跑进自己的小房间 从存钱筒里面 拿出仅有的一块钱 他决定 要去买一个奇迹来给弟弟 他不知道一块钱 是不是足够可以买一个奇迹 所以 他跪下来祈祷 祈求天主说 亲爱的天主啊 祈祢让这个能救弟弟的奇迹 不要太贵 让我可以买得起 阿们 祈祷结束之后 他就立刻跑到对街的超级市场 要去买奇迹了 等着结账的购物队伍 排得好长好长 好不容易 终于轮到他了 收银台的小姐就问他说 妹妹 我能为你服务吗 小女孩说 我要买一个奇迹 收银台小姐 以为她没有听清楚 小女孩是不是在问某一项商品的名称 所以呢 就再问一遍 小女孩还是一样的回答 我要买一个奇迹 因为我弟弟病得很重很重 收银台小姐一头雾水 只好回答说 小妹妹 真的很对不起 我们没有卖你要的奇迹 这个小女孩 显得有些焦急了 眼角也泛起了泪光 可是她更坚定的回答说 我要买奇迹 我妈妈说 奇迹可以救我的弟弟 我要买一个奇迹回去给她 收银台小姐 实在对她没有办法 只好对大家说 有谁能来帮这个小女孩 看她到底是要买什么 在人群中 有一位穿着体面的男士 可能期 casa 缓缓地走到小女孩身旁 问她说 小妹妹 你弟弟需要什么样的奇迹呢 女孩插去眼角的泪水说 我弟弟生病了 妈妈说开刀很贵很贵 需要骑鸡才能够救弟弟 所以我拿钱赶快来买骑鸡回去给他 那你有多少钱呢 这位男士问他 女孩就把紧握在拳头里的一块铜板 举起来给这位男士看 我有一块钱 那名男士就拿起那一块钱说 嗯 现在一个奇迹大约需要这个价钱 来 我们走 我们去看你弟弟 也许我可以把奇迹卖给你 女孩听了 立即开心地感谢天主说 亲爱的天主啊 谢谢你听了我的祈祷 奇迹真的不贵 一块钱就够了 几个星期之后 小女孩推着摇篮 手握着正笑开怀的弟弟的小手 他们的爸爸妈妈 正在与那位穿着体面的男士交谈 原来这位男士 他是一位著名的心脏外科权威 女孩的爸爸说 医生啊 谢谢你 救了我儿子一命 请你帮我们 也谢谢那位 为我们付了昂贵手术和医药会的善心人士 这位医生回答说 不必客气 这费用是出于信心 是出于爱 所以是无价的 我一定会帮你们谢谢付了这钱的人 一旁女孩 看着 已经 得到痊愈的弟弟 满足的笑了 各位弟兄姐妹们 我们看到 这故事中的小女孩 她对天主是如此 全心的相信 如此 全意的祈祷 对她的弟弟 又是如此 全心全意的爱 这种信靠 是何等的存真 这种爱 是何等的单纯 而天主竟然借着一位绅士 来回应她的祈祷 让她买到她所需要的奇迹 小女孩 以赤子之心 对天主的信赖 正是我们成人世界 而特别是那些 自以为智慧聪明的 明达之师 所最最容易失落的东西 因此 也常常是最无法接受天主启示的一群人 接着 就在主耶稣感谢天父 把天上的事 隐瞒了智慧和聪明的人 而启示给小孩子之后 她向群众发出了一个邀请 反劳苦和负重担的人 都到我这里来吧 我要使你们安息 而就在这个令人感到极大安慰的邀请之后 耶稣 他马上就提供了我们一幅完整的图像 教导我们如何去得安息 他教导我们得安息的秘诀 这个图像就是 你们背起我的恶 向我学习吧 因为我是良善心签的 各位弟兄姐妹们 原来要得安息的秘诀 就是要背负起耶稣的恶 而背负起耶稣的恶 到底是什么意思 耶稣在这里所强调的 好奇怪 竟然不是叫人把生活的重担卸下来 反而是邀请人去背起他的担子 很奇怪是吧 耶稣竟然邀请人将沉重的担子肩负起来 未得安息 这真是一个很吊诡的邀请 这在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里 实在很难以理解 因为这根本就不合逻辑 人的正常道理是 将重担放下 才会有安息啊 如果担负着包袱 怎么会有安息呢 然而 弟兄姐妹们啊 福音的真理 往往就是如此的吊诡 福音常常告诉我们 背起担子 就得安息 自谦自卑的 就被高举 先行的 却要落后 得着生命的 却要丧失生命 是的 你没有听错 真的 弟兄姐妹们 你没有听错 真理的精彩之处 正是这样的一种张力的呈现 那而这同时 也是真理之所以 令人感到棒透了的地方 事实上 当我们的生命 愿意回归到 耶稣的约束之下 回到耶稣他 恶的约束之下 我们就能够得到 真正的自由 当我们愿意担负起 耶稣的恶的时候 我们就能得到 真正的安息 耶稣就是这样 对我们许诺的 你们 必会找到 你们灵魂的安息 因为我的恶 是柔和的 我的担子 是轻松的 是的 耶稣的恶 要化解 我们生命的重担 就因为 耶稣的恶 是柔和的 是轻松的 他的恶 是爱的恶啊 而爱 会使一切重担 都变得柔和 变得轻松 圣奥斯定 就曾经这样说过 哪里有爱 哪里就没有辛苦 如果有辛苦 就去爱吧 这让我们想起了 英国非常有名的 一个摇滚合唱团 叫Holice 他们曾经唱过 一首经典名曲 他不中 他是我兄弟 歌词中 有两段 是这样说的 那漫长的路 弯来弯去 带我们到 无人知道的地方 但是 我还算刚强 能够担负起他来 他不中 因为他是我的兄弟 这是一条漫漫长路 用不回头 我们既然要一起走 为何不能彼此分担 彼此牵手 我的负担 并不给我任何压力 他不中 因为他是我的兄弟 是的 各位弟兄姐妹们 他不中 因为他是我的兄弟 这不就是耶稣 用他的生命 对待我们的方式吗 在这台弥撒里 我们感谢耶稣 把他那爱的恶 分享给了我们 我们也祈求天主 让我们都能够 接受耶稣的邀请 担负得起 耶稣他那爱的恶 阿们